我们今天见到谁了 假张科 假的导演 假的导演 我们今天见到谁了 假张科 假的导演 假的导演 对吧 大家看看 从360度这个角度来看看 验证一下 他居然就是在我的那个赛上 看到了那个假导演 现在打假吧 打假 谢谢 因为我上午都不安赛 我上午有别的事情忙 所以中午刚好我就可以出来 我就顺路就把那个菜 饭菜给带过去 时间也挺好 挺合适 也不会让那个昂赛的人出来专门跑 然后昨天因为拍了三天了嘛 所以昨天晚上我召集了所有的crew开了一个会 总结了一下这三天的工作 然后看人手啊 或者说是工作量啊 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啊 实际的问题啊 然后就调整了些啊 然后增加了一些啊助手 然后啊摄影这边的话摄影组这边也增加了一个人 然后啊美术这边也增加了一个人 然后那个啊 productions这边也啊从昨天开始就加了一位就都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这个crew 然后他们也非常棒啊 那今天就等于说一共多来了三个人 啊另外的话就是啊还有什么啊 群演的事情群演的事情的话就是啊一直是比较头大的事情令我比较头大的事情啊 啊因为群演的话上一期我也讲过群演的呃比较难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好多人确定了又最后又迟到了或者说哎我那么起不来了不来了啊 就特别多这种情况 然后或者有时候又某一些我们需要的人又超了太多了 然后有一些我们缺的反正又没有 所以的话就特别你得不断的去调整 而且每个人多数的都不熟悉拍摄嘛 所以他问题也很多啊 然后包括要确认服装啊什么都不是说很顺利或者说很快啊 通常都经常我们都是到了晚上12点都还在跟他们确认还在发图片过来确认衣服这样的啊 所以的话一直都是一个挑战 但还好啦不过也蛮多人支持的 有一些人有些朋友的话连续来几天啊特别棒 而且有些还演的特别好啊 也蛮多是我自己的朋友了啊 还有很多都是filmmaker啊 剧编剧都有导演也有啊制片也都有都是来帮忙就是啊支持一下啊 然后也想就相互看看各自的那种拍摄嘛也都其实多少少少可以交流或者是学习一下 我觉得这非常感谢他们这样的话其实也蛮好的 我也之前也去过很多这样的set就是去沉睡帮一下忙啊就是啊 有个客串一下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嗯对好今天我们就聊这一些希望我们的拍摄更加顺利啊 呃然后明天是星期六我们会休息一天然后接着星期天又继续开始再往后大概拍个一周的时间 然后还会可能也会休息一天但具体的日期要到时候才能通知 谢谢大家拜拜 如果你现在都还在看我这个视频的话那说明你对我这一期的内容还是有点兴趣的能够硬着头皮看到这个时候那说明一定是铁粉 或者说是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啊不一定是喜欢我那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话或喜欢我的频道的话那非常欢迎你来订阅我订阅我也是对我的一个支持 然后同时也是啊您也会更方便你会能及时收到啊推送嘛就是我这边有新的内容啊发出来的话你会马上就看到会跳到你的YouTube的那个首页里面去 然后如果点铃铛的话那这样不会错过 现在正在努力但我希望我的节目越做越好然后大家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支持也好或者说分享一些经验也好啊能够真的感兴趣 然后有任何的话题啊或者说是指证啊因为我毕竟我也不是说那么专业只是说啊在这个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的话如果您发现我说的哪些地方是不对的或者说有些错误啊有些问题啊我也欢迎你来指证 很希望看到你们的留言谢谢拜拜 拜拜 你不可以真的玩就像你才能找到那边的 你你没了讀的对 刚才刚才刚才那天 OK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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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